好的生活需要好的设计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进入居室空间设计的课堂 众所周知 好的居室空间环境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 对于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 具有重要作用 居室空间设计水平的高低 质量的优劣及品味 与设计师的专业素质和艺术素养紧密相连 本课程立足于教学实践 采用大量生动直观的施工现场 分析了居室空间设计的设计方法和图纸表达 以实际案例呈现 居室空间设计的各个要素和设计效果 在居室空间设计中 设计师扮演着总策划的角色 他们对于装修整体效果的把控力较强 对于设计中的各个细节也有其独特的见解 在设计工程中 设计师们犹如魔术师一般利用他们手中的魔棒 把握业主的家庭装修期望的前提下 帮助业主们合理地规划房间的布局 提高住宅的美观性和实用性 同时使住宅的装修工序在安全高效的前提下顺利进行 那么大家想了解设计师是如何来设计房子的吗 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居室空间设计课程 从设计到施工到安装软装 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一环扣着一环逐步展开的 一般来说室内设计的基本流程分为四大阶段 一 客户接待良好沟通 二 明确需求良防设计 三 反馈深化设计出图 四 监理施工项目验收 首先 合理的沟通技巧和恰当的礼仪接待 是完成设计的前提和基础 设计师与客户初次见面的第一印象尤其重要 会对能否谈成此单的结果有着直接的影响 因此设计师要重视自己的仪容仪表 更要学会合理的沟通技巧 第二步 明确需求良防设计 在设计师进行初步设计前 需要对业主的需求做到真正的了解 根据业主的需要拟定策划方案 因此 确定业主需求是室内设计的第一阶段 也是设计师确定房屋设计风格和方向的重要阶段 这一阶段 设计师们的主要工作是与业主深入的沟通 一方面 要获取业主的一手资料 包括业主的年龄 职业等基础资料 同时 掌握业主的性格 个人喜好等 可以帮助确定装修风格等信息 另一方面 设计师们要对需要装修的毛皮房 进行实际的考察和测量 包括现场测量 地面 墙面 顶棚 阳台等 区域数据的特观资料 在收集两项资料后 设计师结合客户的基本情况和房屋的实际情况 来制定装修策划方案 在确定方案后 出具设计概念草图 通常 在设计概念草图时 设计师会邀请业主共同参与完成 设计师会采用图形分析模式 将具体的加装项目和自己的设计构思展现出来 第三个阶段是反馈深化设计出图 在这一阶段 设计师继续邀请业主共同参与设计过程 结合前期收集到的现场数据和真实情况 对室内空间的设计细节 色调 空间规划 装饰风格和美化等内容 进行细化和深化 接下来设计师通过CD软件制作正式的加装设计图和施工图 其中包括平面图 完成后 设计师们还会对图纸进行校对和细节的调整 从而保证设计图中的所有的数据 与实地情况相符 与施工队伍的施工能力 供货能力等情况相符 为后续施工提供技术保障 至此设计阶段的工作全部完成 确定最终的设计方案后 即可与业主天定装饰施工合同 并安排施工人员进场施工 但设计师们的工作并没有结束 他们需要全程监督施工的过程 施工队伍进场前 组织施工人员 设计师与施工经理 需要就设计方案进行交底和讨论 一方面 设计师要将设计方案 和施工图具体内容进行说明 交代整体施工 以及各细节的施工方式等 在施工开始以后 施工人员会按照装修工程施工程序进行施工 一般分为十个步骤 先是建筑结构改造 然后是水电布线 第三步是防水工程 第四步是瓷砖的铺装 第五步木工制作 第六步油漆工程 第七步墙面图示 第八步水电的安装 第九步设备的安装 第十步项目验收 好 我们的项目就这样完成了 在整个过程中 设计师会定期到现场进行施工监督和技术指导 将设计图中的设计理念方案等内容 与施工人员做进一步的解释说明 施工人员在实际操作中遇到疑问或者实际情况 无法达到设计方案要求时 会第一时间与设计师进行沟通 设计师了解实际情况以后 再出具修改方案 待业主确认后再进行施工 待工程完成时 设计师也会到场与业主一同验收 装修的情况及工程质量等 验收完成后 硬装部分的工作全部完成 随即将开始软装的搭配和环境的治理 房屋清洁等工作 同学们 居室空间设计课程的设置 是通过客户的接待 量房的设计 出途 施工 验收 几大步骤展开的 其中 各项内容的设定 是按照居室空间设计的基本流程顺序进行的 本课程可以帮助同学们更好地学习 居室空间设计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 提升居室空间设计的综合能力 帮助大家更好地掌握居室空间设计的核心技能 好 同学们 本节课程我们就到这里 下集课再见